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女子 今天用面粉分享一个好吃的早餐饼的做法 首先400克面粉中加入一勺食盐 先用180毫升的温水烫面 再加入64毫升的凉水和面 搅拌成面具状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光滑,偏软一点的面团 揉好之后先不要醒,放在案板上揉搓整理成长条 用刀切成大小相等的剂子 把每个小剂子整理成一个圆球 盘中刷上食用油 放上小面团,在上面也刷上食用油 盖上盖子,饧发30分钟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韭菜切成小碎丁 韭菜里放点食用油,搅拌一下 提前泡发好的粉丝,放到案板上切碎 准备一根火腿肠 切成小碎丁 现在开始调馅料 加入一点胡椒粉 蚝油 生抽 虾皮 用筷子搅拌均匀后,待用 小面团洗发的时间到了 将里面的油倒出来 面团放在案板上 用手按扁 将五个小面团烙在一起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圆形的薄饼 擀开以后放入预热好的电饼锅中 烙两三分钟后翻面 然后揭开上面的一层饼皮 翻面再揭开 全部揭完后放到案板上包上调好的馅料 上下左右包起来 电饼锅预热放上食用油 油热后放入包好的饼 盖上盖子烙三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翻面再烙三分钟 时间到即可关火出锅了 营养又好吃的韭菜早餐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脆线香 特别好吃 喜欢的赶紧试试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